蔡恩邦 蔡恩邦是我在台北公專時期的同班同學 那時候我們在民國63年 一起到台北公專的礦野科來就讀 台北公專其實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大家來的時候都是小朋友 一起在武專裡面 大家一起學習 一起讀書 一起玩 用台語講說大家都一起在這裡等大人 因為我的領域跟蔡教授領域比較接近 其實是非常巧合的 我的指導教授 我在美國的指導教授 他曾經在1996年的時候 在日本待過一段時間 他在日本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在加拿大跟美國工作 他就跟我聯絡 他說 我在日本遇到你的一位學長 那表現非常接觸 那我心裡想的是這樣 我心裡想的是 因為台北公專畢業 其實在外面的學長不能講說非常的多 更何況是要表現非常接觸 那我想有可能是把這個校名搞錯了 可是在2011年初次跟這個蔡教授見面的時候 我才赫然間想到 原來這一位應該就是當年我的老師 曾經認識的那一位非常優秀的學長 他其實差一點就拿到諾貝爾獎 因為他在準經的這個研究裡面 雖然有其他的科學家提出一些理論 那實際上是透過他的實驗來驗證說這個準經的存在 在結晶學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對稱性 這個對稱性一般在結晶學裡面只有幾種 就是一重的對稱 二重的對稱 三重的旋轉對稱 四重跟六重 一二三四六 他跳過五 為什麼呢 二重的就像長方形 你可以一直拼起來 長方形平行四邊形 你都可以拼得起來 可是五重的對稱你是拼不起來的 你別罵 你在拼起來的時候 他會產生一些縫隙 所以當這個概念被Dance Sherman提出來之後 他受到非常多的抨擊 說根本不可能有這種晶體 很有趣的就是 偏偏就是由我們這個學校的學生 來做這樣的傳承 那蔡博士那個時候正好投入到這裡面 然後就赫然的發現一個比較大的快材 他這個整個顆粒出來 可以證明他確實是有五重的對稱 等於他就寫了一篇文章 來支持Dance Sherman的主張 所以Dance Sherman得到化學獎 對於蔡博士是非常感激的 蔡安邦教授其實讓我覺得最難得的就是說 他雖然生在日本 那自己也很有名氣 可是他都念念不忘我們北科大的發展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當護校長沒有多久 那他就把那時候當年剛獲得 學校是第一位第一次從我們學校舉見一個中研院的院士 大部分中研院的院士是很不容易通過的 可是這一位蔡博士 大概在隔年 投票就過了 那當然這個就變成我們北科大校史的第一位校友來擔任院士 所以也表示這個科學界 這個學界對於我們的校友 能夠做一個很好的墾店 他一直希望台北科系大學能夠成為 國際的一個優質的科系大學 那實際上他在這上面也幫了我很多忙 給我很多的企劃 所以我想我們這幾年也陸續進入到世界五百大 以及亞洲百大的這個行列裡面 我覺得蔡教授其實給學校很多的啟發跟很多的幫忙 這樣我們大家都很懷念他